疑似债务纠纷 谈判不成 反被砍伤 台中是一名少年为了帮三名友人要回一万多元的借款 14号凌晨跟对方相约谈判 但对方有备而来 总共三台车十多个人 手持刀蟹和棍棒 双方一言不合起了口角 对方一群人朝着少年猛追猛砍 造成他头部撕裂伤 腿部也被殴伤 警方获报到场将少年送一脊救 也陆续带回相关的涉案人员 回到事故现场就在228公园附近 原来徐行少年为了替三名友人要回一万多元的借款 13号凌晨12点多 陪同其中一人和对方相约谈判 没想到对方一口气漏来十多人 开着三部车 双方谈判不成 对方就持开山刀和球棒 朝被害少年猛追猛砍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 一伙人早已经尿受三 经过连夜查契 陆续带回包括陈信主贤等三名涉案人员 他们是已经约好说今天要讲什么时候还钱怎么还 讲这个过程 在讲的过程中因为口角纠纷所以引起斗 受伤的徐行少年送一后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目前警方将继续追查相关事案对象到案 以厘清案情同时依法严惩重办 谢谢我们陈世杰台中报道